一整片太陽能面板取代傳統能源成為主流 國家發展委員會攜手經濟部和交通部等 公布台灣2050年近零排放路徑 強調再生能源佔比超過60% 不再有核能選項及確保電力供應產業發展 預算高達9000億元 設定在差不多每年成長大概 從長期來講2.0上下0.5的百分比 這樣的一個空間 綠電可能會有一定的比例來保障給這個中小企業 以路徑預估來看 最近的目標是2025年市區電動公車普及率35% 2030年製造產業電力消費15%使用綠電 2040年產業示範導入低碳製程 而2050年新建築物100%近零碳建築 知會變電所部件率也達100%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則超過60% 部會承諾政府會協助產業轉型 並預估會發展新興綠色商機 會吸引很多的民間投入 2030年最主要的當然還是太陽光電 跟離岸風電的一些投資 吸引民間的投資可能就會超過3兆台幣以上 規模經濟會越來越好 照理說來講的話 價格是會 再生能源價格是會往下降的 像2030到2050 我們的離岸風電 我們希望有累積到 官員強調台灣是國際貿易成員之一 需符合國際零碳需求 轉型之路勢在必行 同時掌握商機共創營面 新新聞曹日山村盈役采訪報導